我们比青山贵的那几百块差价 是萧总补贴的 行了 我还有个贵 花点钱早点清空而已 知道 立正的护理没有失误 至少说明安顿的地点是合格的 孙老的性格是我人 重点是找到潘先生 要弄清楚到底是谁指使的他 去哪儿 去青山 去问问跟孙老关系好的老人们 有没有人知道他的外甥在哪儿 您知道他外甥住哪儿吗 不清楚啊 你找他干什么 要报复啊 万老 您有他外甥的联系方式吗 没有 您再帮我好好想想 仍没有 罗老 那个 您知道孙老能去哪儿吗 孙老既然出院了 不想见你 总有他的原因吧 您有个人 您不知道 你还要让我找个人 有所谓的 黑红月 你IPP 你赶紧去哪儿 要使你 做家庭日活动 照片和总结都会整理入册 但换任了之后 这活动停了 资料也乱了 要是能找到的话 或许会有什么有用的信息 不冷吗 创都不惯 不想 不想 你拿不到房子的 因为那是我给何笑人特制的 莱爱菊 烟蓝草 檀香 随命为给你用的这款香氛 用的都是安神助理的精油 你失眠吗 你失眠吗 我怎么不知道 怎么 你觉得我会是失恋后遗症 为你夜不能寐吗 工作太忙了 休息得不是很好 不用多想 跟你没有关系 那就好 谢谢 在干什么 不好意思 我看看 让人送个电暖器到资料室 让人送个电暖器到资料室 严副总 你今天心情没错 你怎么回事 这谁要是事业上逢凶化吉 人也就顶多夸一句有能力 但要是一顿感情 重燃了 那简直跟看奇迹一样 人间之美呀 还得是爱 能从这堆浏览数据里 隔出这种的 我正好想找你呢 去给我准备个电暖器 送资料室去 好 我先带你去 我吃了 我就不出生了 好 主持人 一手 我说你这只能给你 不知道我给你 我给你我的领备呢 对不起 肖董 筹备组那边有个预算 等您回去签字呢 你去吧 这我自己回 我可以帮小燕姐一起找 就是家庭中的资料呗 好 那小燕姐我找这边 小燕姐 其实肖董她真的很在意你 她虽然不说 但是我们看得特别清楚 你知道吗 舆论爆炸的当晚 肖董根本不顾公安部的反对 她第一时间想要帮你创清 撇清你与青山的关系 你知道青山这个项目对于肖董 还说得重要吗 如果青山完蛋了 那季风也就没了 为什么 肖董为了筹齐重建青山的费用 把季风抵押了 最近他们开会老袋说背水一战 背水一战的 现在又出了这档的事 肖董跟着筹尾组 不眠不屑地工作着 为什么要提啊 云南不给钱了 肖董从云南独立出来了 具体我也不知道 行 我们再去看一下吧 好 这边 这边看起来啊 这 要对一下 这边在对 肖董 我们身边计划 就按这个 把胃部设计一下 你也看清楚了 把胃部设计 坐一下口里 行 再盯紧一下 好 i'm i'm 还满意吗 跟你说啊 妈妈这次可是下了血本的 加钱给你买的 据我所知 希希姐可不是那种做亏本买卖的人 这么说你妈 那你耍萧总那件事情呢 妈妈就不跟你计较了 接着说呀 后面重点呢 这青山呢 现在是在坎上 所以啊 咱们就要 始终奋叹 无好感 争取把他那个订单 给他拿下来 对不对 青山被骂那么惨 你还跟他做生意 你这臭小子 不是我说你 妈妈平时怎么教你的 做生意要有远见嘛 走一步看十步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对 他现在啊 是被逐出了家 但是东山在一起 是迟早的事情 如果咱们现在 能够搭上他的车 以后还怕不赚钱啊 什么意思 出什么家门啊 老板 我要六杯拿铁 其中一杯要脱脂牛奶 多加一份事 你和那个 青山老板的口味 是一样的呀 他也是喝这种的 我这里本来 是没有脱脂奶的 是专门为他敬的 我还问过他呢 你长得也不胖啊 喝什么脱脂奶呀 他说 是被他女朋友 所传染的 习惯了 赵总有何归根 青山的事我听说了 我就是过来看看 你需不需要帮忙 赵总真是人脉广 消息灵通啊 小姐 你爸死了 你又被你哥排挤到这儿 要给一般人 早就掩齐细鼓 夹着尾巴过日子了 没想到你还有这种心劲 还在做生意啊 这不是合计者吗 不好意思啊 牵连到你 但如果你继续在他身边的话 大概率上面 这样的误伤 应该还是会发生的 你敢 我不敢啊 我是守法公民 我敢是吧 但是小琪 三哥要告诉你 很多意外的发生的时候 是不会跟你打招呼的 这句话 我原话送回给你 你 对了 你哥跟飞儿现在都非常听话 你如果什么时候想通了 我也给你一个好位置 走了 哪里 fashion 雨 净什么净 当时比我 suits我的儿雙 我最爱踞针 那几天 所有的事都撞在了一起 云蓝 歌曲 葬礼 一团乱 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就算说了 在那个时候 倒像是借口 没有人会把这种事情当作借口的 我记得之前你就跟我说 她身体一直不好 你想到 她本来已经恢复好了 那一天 医生说她是急性心理衰竭 发生得很突然 没得及时抢救过来 但我知道 是赵明轩做的 她为什么 你哥她知道吗 好久没这样了 什么 像这样心平气恶地和你说话 不知不觉说了这么多 不该说的 你觉得这些 都是不该跟我说的 不该怎么在呢 虽然 现在青山是我和赵明轩的战场 我不想把你卷进来 可我已经在这了 但查清真相 你就回去好好当个记者 不要再靠近这个地方了 这往后的路 是会更加不堪 腿长在我身上 我想要靠近哪儿 谁也管得着 难道你不知道吗 越是不堪的地方 越是记者的监管地带 不管是你还是赵明轩 只要让我看到 你们做了违法犯罪的事 我都不会手软 你是说何晓然在这儿 等校长期的时候 他爸去世了 所以他不是不回来 是他回不来 都是借口 有什么回不来的呀 回不来不知道 打个电话发个微信 一声不吭 闷到现在算什么呀 我觉得他的世界里 根本没有何晓然这人 那你竟然觉得不算什么 你急着白脸 跑我这儿来干什么呀 你说既然不需要他 把他排在重要事情之外 现在为什么一回来 跟他拉扯不清 你说我把这个真相 告诉晓然 他能坚定住 他当时分寿的立场 孙明伟 我早就想和你说了 你最近是不是表现得 有点太明显了呀 先不说真相的事情 一会儿晓然回来 你的开场白是什么 你去账问他 为什么我给你打电话 是萧尚齐接的吗 他是这么晚了 你去哪儿了 你是不是和他在一起啊 大哥 何晓然以前是情感主播 你藏得再深 他也不可能丝毫没有察觉 如果他现在反问你 你还要顺势告白吗 那如果他再拒绝你一次 你怎么办 我知道你最近对他挺上心的 所以我一直以来也没有 跟你多说什么 但是你要一直这样下去吗 你如果藏住了 你自己心里憋得难受 你要是没藏住呢 那我只能说等着你的 那也许更痛苦吧 肖总 我安排了车 你是直接回家 我回季风住 最近不是都回家住吗 没事 反正季风也在市里 那要不你俩一道回 不用 我叫他车了 肖总 您是要回去吗 电卡的事我问了 您不用不办 直接打电话给电力局 然后您问一下卡号 然后缴费就行 电卡丢了 你找过了吗 应该在乌斗处理 什么位置 有一个蓝色的袋子里面 装了各种各样的卡 我回去看吧 反正应该没丢 加贵醒来 你好好找找 我车到了 走了 我怎么感觉 你俩关系好了不少 可猜Que quem 快 回来了 老崔回来过啊 早 我 你怎么可能 消息嘛 我 点лам 我转告你 江盛琦这次没能从户谱回来 是因为 因为他爸去世了 然后又和公司反目 我要说的也是这个 你知道了 说说吧 你怎么想的 非要说的话那就是 是 太晚了 他最艰难的日子都已经过去了 现在就连一句安慰的话 都没有意义了 人在难的时候 都想找个依靠 他却想着怎么把人推开 你说他这次变化大 我觉得可能 变得不是他 是他身边的环境 某些人是不是心疼啊 我心疼什么呀 当初是他自己选择要抛开我的 是不是还喜欢他呀 这些已经又翻过一遍了 谁的都有 这是没有孙老子 怎么这个窗又开了呀 资料室窗户就是亮 关一关不及 真是关不上 想正义就是这个 这总结写得比其他人 都总结 这也好长啊 这个是他第一次 见外甥媳妇的 写了很多 我找到线索了 我去了潘太太的单位 打听到他们家的住址 但林据说 他们已经搬新房子了 她总在朋友圈 炫耀他们的新小区 有多好 所以这里是什么 是潘姐诊的新家 小河记者 看 批币现在恢复得特别好 真的要感谢你 揭露那个黑心诊所 不然 会有更多的动物受伤的 现在物业就特别重视这个事 整个小区 之内残疾人的设施 都增加了 谢谢河记者 挺用心的 走呗 去买点芒果蛋糕 等她心烦的时候 给她吃的 她喜欢吃的甜的 还有之前你跟我说 那个家里那洗衣液 用完了 顺便帮你布点货 那什么牌子的 还挺好闻的 打算奉献到什么时候啊 让人家喜欢上你啊 怎么说话呢 等我腻了 自然就放手了 太凄凉了 就像 你最不喜欢吃芒果 却还要买芒果蛋糕 一样凄凉 快快快 吃完再去吧 你自己吃 我站着 班先生 你说 走 走 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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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怎么找的事来的 韩先生 我以为我们已经和解了 你为什么要造谣诽谤 什么跟什么呀 你 你就收拾回扣了 还有你 谁知道你们是不是为了 每个月节省那五百块钱的差价 就干脆把人弄死就完了 我告诉你啊 你们两个勾结在一起 我就是正义的华生 我就是要曝光你们 我搬家就是为了提防你们报复我 你们看 闹到这儿来了 你们有完没完呢 潘先生 我就直说了 是不是有人背后指使你 承诺给你回报 血口呸人 这里房子均价两万 一个月租金得拔 钱你哪儿来的钱 那是我外甥 优秀员工的奖金 你懂不懂啊你 他已经从原单位离职了 就在举报前一天 你 你离职了 我 我就是有钱 你管我钱从哪儿来呢 我 滚 滚 潘先生 我知道你可能被人利用了 但等真相大白的时候 你一定会为自己的行为 付出法律代价的 与其等到那个时候 不如现在就配合我们 成情事实 我知道你是个聪明人 别做让自己后悔的事 你好好考虑一下 你真数人钱啊 喂 喂 小总 咱们起三日不是没能开工吗 王院长说要签一个 附加的免责声明 给他签吧 好 你坚持在今天遣散 也跟消除日有关系 我爸去世后 留下了一个 未完成的转任合同 那就是青山 这一天 里面八成的条例 都已经列好了 前三日也是他订好的 那你接下青山 也是为了完成叔叔的医院 不止 青山原本是德剧的产业 但很快低价出手 本来就很可疑 我爸做得这么隐秘 赵明轩得到消息后 立刻跑过来 大洞阳阁地对付我 不管是潘先生 还是黄原厂背后 应该都有他 他这么做 无非就是想阻止我 收购和改造青山 我认为这当中 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但我也还没弄清楚 只能先走一步 看一步了 如果你第一时间 就撇清青山 而不是保护 也许今天就能够 按照调侃完成检散 你是在关心我吗 不想欠你的罢了 本事都非常愿意 好好似乎好 不想利用 你今天有什么 好 要我们以后 怎会有什么 第一个 要在你那儿 你来 我只是在想 这样的对话 如果能够来得早一些就好了 你来干什么呀 夏冉 走回家了 好 搞什么了 今天晚上家庭医院 看什么电影 大片 你过来坐嘛 老随特也给你买的芒果蛋糕 喂 何记者 有位姓孙的老先生找你 给我快点 快了 你说谁 青山养老院的孙老先生 你让他等我下 你去哪儿啊 你们先看 我出去一趟 不是你去哪儿啊 小何记者 看 你今天那温度得特别好 真的要感谢你接了那个黑心医诊所 不然 不然 会动作都不受伤的 何记者 孙老 何记者 这是大爷 但非要找你 我说你这一天被停职了 他就一直要在这儿等 我只能给你打电话了 谢谢 我外甥把我的手机给收了 又彻夜地搬家 我也不是没有感觉到 这有事可能发生 可是你想 我能够离开养老院 和我的外甥住在一起 暗想万年 人在即将发生的好事面前 宁可糊涂一回 我也就什么也不说了 直到你走上门来 那现在潘先生 愿意配合我们了 何记者 你举报这事 能不能画到我的身上 我外甥有老婆孩子要养 这回口要是查明了 你说 能不能说是我谎报的 要什么负担责任 都我来承担 我已经活到这个岁数了 够本了 孙老 被冤枉停职的人是我 怎么现在反倒好像是 你们被胁迫使的呀 那 你要是不同意 我就找姓萧的老板了 孙老 不是这么回事 您听我跟你说 真想要帮你外甥的话 求谁也没用 得靠你自己 你 怎么样 已经派人去查了 孙老偷拍了潘先生和那人的聊天记录 那个人应该就是幕后主持 肖总 我们查到了 这个人也是最开始把上面联合传播出去的人之一 去找他们 那我通知法务不一起 别忘了 我们答应过孙老 等找到了真相之后 给潘先生一个机会 孝然 这个人害得青山廷宫 他可害得你停职 要我说对这种 为了一己之私毫无底线的人 就没有必要信任 谁都会犯错啊 而且就我个人而言 我觉得他犯了错 也没有你们不值得原谅 那什么样的错 才是不可原谅呢 养老院伤媒勾结事件有了最新进展 网红徐某为了给自己引流 制造热度 编导虚假信息 污蔑新闻记者 我一开始觉得 可以利用这个事情 应该会有一波传播热的 脑子一热的 在这里 我像青山养老院 以及波及道的记者 诚恳地道歉 对不起 我愿意后续承担 一切的法律责任 这小子 道歉倒挺快的 挡箭牌而已 张主任 副主任 这是整件事情的情况说明 潘先生已经把这件事情澄清了 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复制 你不准备追究他的责任吗 他已经跟我道歉了 再说看在孙老和孩子的份上 我愿意原谅他 经过这件事情啊 你要找个记性 作为调查记者 一定有太多理由被攻击 不能给别人留下把柄 我以后会注意的 但如果 因为怕被抓住把柄 就畏事畏畏 那还怎么坚持新闻正义啊 这是你教出来的好记句吧 行 明天来上班吧 谢谢张主任 谢谢 这点小事情你都能办出岔子来啊 还好我提前有准备 王院长呢现在怎么说 他想多抹点钱 付他和肖长齐的北约金 正跟我们打太极呢 打太极 他就找点人 跟他好好讲讲道理 禁止与青山合作 是啊 大芒山联合商会通知了 如果啊 给青山和飞风供应了 那就会永久丧失和他们旗下的 所有酒店商务会的合作机会 这萧总可就难喽 他是不是互谱云蓝的 对啊 跟你说啊 被挤出来了 我在无苏做了这么多年生意 还头一次被人这么吓唬 我樊兮兮 还就不愿意被人管着 那你能怎么办 怎么办 对着干啊 这个时候啊 就差一个人 代表无苏本地供应商站出来 入乡不随俗 还对我们指手画讲 这叫不讲规矩 走吧 找我吃什么了吗 庆祝复工 今天我请客啊 省点钱 今天我们出去吃去 蹭一顿 我妈跟我说去吃大餐 我说跟你俩约了 然后她就说一块儿去呗 那你们去吧 咱们下次 一块儿去呗 真是 一块儿去呗 你不用介意的 西西姐经常请我们大吃大喝 对吧 叫我说走走走走 没事 在意什么呀 都是自己认识的 怎么样 萧总 有看上演的吗 这些品牌 大多数是数一数二的国货品牌 她的颜值好 性能又好 最主要的 是网上的评价特别棒 这个我用过 确实不错 非常符合我们的定位 那就太好了 我就说嘛 来无苏 就没有我西西姐搞不定的 那个大盲山商会 弄的那些手段 我还真的就看不上了 放心 以后有什么难处啊 第一个来找我 谢谢 妈 来了 她怎么来了 说什么呢 萧总啊 是我请来的贵客 再说 你们一伙年轻人在一块 不是挺好的吗 这位是 阿姨好 你好 妈 这就是我跟你常说的 孝然 你就是孝然啊 我们家小伟啊 经常说起你 今天啊可算是见着了 灰灰 你俩住一块吧 对 谢谢你啊 帮我照顾灰灰 没有 大家互相照 真巧啊 你们认识啊 你们认识啊 谈熟 我看是装熟吧 孝然 那坐这儿 好 谢谢 来 来 萧总 请坐 好 好 我呢 是最喜欢 和你们这些年轻人 在一块儿的 孝然 其实我很早就想见见你了 你是户谱人吗 在这儿人身地不熟的 以后有什么需要 尽管找我 谢谢阿姨 叫什么阿姨呀 叫我希希姐 我们都叫希希姐 乖了 希希姐 其实不用了 我在乌苏已经住了几年了 这里都挺习惯的 你不要跟我客气 我们家人身信条 多个朋友多条路嘛 以后啊 希希姐就是你的路 来 谢谢 小总 我跟你说啊 做生意啊 就是赛翁失马 胭脂非福 对吧 对 我觉得这个老牌的供应商呢 咱们可以不要他 完全可以本土化 照样可以打出一片天地 说得对 以后啊 咱们合作 还要带上我儿子啊 好啊 用不着啊 我不需要 说什么呢 这孩子 我儿子啊 我这儿子啊 就是不谦虚 不过呀 在我们这个小地方 做点什么事情呢 就容易拔签 人呢 就容易飘 但是呢 她的奖状还是很多的 特别是像她那个什么 游泳啊 足球啊 冰球 对了 特别是她的篮球啊 那是打得非常非常好的 很多小迷妹啊 你知道吗 小然 珍藏不露啊 她打球 特别特别帅的 听她说 你也喜欢运动 好像外面有个篮球场 待会儿吃完饭 你们去试一下 不用了 我不太行 姐 吃完饭不要打球 对胃不好 乔总 试试吗 小二姐还会打篮球呢 毕业以后就把她打了 今天不然要跟她打球 她打了 她打不顶好 她打开 她打了 你才能看到 她打死了 你刚知道